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财不露白 凤林警分局日前受理了民众在家里头居然遭抢的情形 警方受理之后发现说这个被害人呢 经常在嫌犯面前露财炫富 导致有5名的嫌犯到被害人家里面要求借钱不成 反而是动手殴打行抢 嫌犯财务得逞之后就逃逸了 被害人赶快报警 凤林警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 在4号凌晨顺利的追悉到嫌犯盗案 凤林分局于案发地点现场勘查 并启动鹰眼小组成员 透过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5名犯贤犯罪影像 从入口监视器发现犯贤作案的车辆以及车号 立即展开追捕 锁定了涉案的车辆后 随即通报花莲线上所有的巡逻警网 进行拦截围捕的一个行动 经吉安分局北昌派出所拦阻后 立即通知本队的专案小组 并于案发后的6小时内顺利的侦破本案 呼吁民众平时切勿的随意的炫富肉财 避免成为有心人士的一个目标 案发后并通报警局 实施燃检围捕 与临近的吉安分局北昌 水源派出所组成联合警例 在4号凌晨将刘姓等五名犯贤全数追砌到案 并起货强盗的现金财务 全案依强盗罪移送花莲地监属贞办 记者凌杰凌利正采访不到 Room 维 von 检林事阻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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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球abl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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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